像起初到現在 所以你們可以Google關鍵字PHP雲端教學 關鍵字搜尋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在結果裡面有63萬多個結果裡面 大概前幾個都已經被我洗版了 第一頁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我的連結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第二次教學 我也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那你可以點擊開來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內容 那目前我是3月份放上去的 這個總觀看次數 這個連結就有200多個觀看次數了 但這個地方的話 裡面的影片恐怕觀看次數應該會更多了 所以反正放在這裡 將來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邊找一下 那這邊的話我相信 目前如果要想到學PHP的話 也是因為受益 因為大家的關係 所以大家也受惠 因為網路上只要想要學習PHP的人 他一看到這個部分的話就會很開心 哇有這麼完整的東西 那後來我也在我部落格裡面整理了一個總整理 所以你在我部落格裡面也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PHP的總整理 在我Google Plus裡面也有 這邊有一個總整理 那就是把我們歷來的12次上課我都會把它放上去 也寫了一些東西 並且有圖有文等等的 其實相當完整啦 當然也是希望除了 也許你們現在可能還沒辦法馬上理解過來 如果有需要的話 自己再找時間來看 這個地方也OK 我是把它放在我部落格 其實你找PHP雲端教學 或者是找吳老師 這邊也有 跟不看 PHP雲端教學懶人包這邊也有啦 其實以後這個連結應該也會排得蠻前面的 OK大概跟各位講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們回過頭來 剛剛有下載一個那個我們的類別之後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能夠點擊 點擊什麼 點擊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加到購物車 那加購物車的方法 當然你會不然跳到這個頁面裡面 它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回到什麼 回到繼續購物 或者是我們繼續購物就回來了嘛 另外的話如果還在加的話 又點擊又可以再加 那這個頁面的部分呢 它怎麼做的 怎麼產生的 另外進來之後的話呢 繼續購物就比較簡單 繼續購物就跳回首頁嘛 那怎麼去更新 怎麼清空 結帳的話是跳到我們結帳的頁面 刪除 那這幾個功能怎麼做的 那請各位 我們直接來開啟後面的這個 這個有一個叫Cuts的這個 Cuts的這個 點PHP的網頁 那把它做分割好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等一下討論的 繼續購物 怎麼繼續購物 然後呢 怎麼更新 怎麼清空 然後結帳等等的 這幾個連結 還要怎麼去刪除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裡面會用到有一個 就是Section的物件 利用這個Section物件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跨網頁 只要你資料呢 是跨網頁的話 都必須要 需要有一個Section的 這個物件 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這個放進來 然後還有就是說 雲端上面還有另外有 這三個也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放在這個 一個連 還有這兩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解決說 怎麼樣利用這幾個 這PHP呢 完成我們剛剛所做的 這些事情 再來那個 為什麼有些東西 你會發現 還是非得要寫PHP 不可啦 所以PHP 你說你在JuneGo裡面 它全部都可以幫你 這種產生 當然不可能 還是要自己寫 所以最後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那個開發公司 最後還是捨棄掉 開發的環境 還是不會說 完全依賴 JuneWeaver自動產生 因為它很多地方 還是做不出來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PHP還是 乖乖的還是要把它 分別按部就班的學習 那前面當然 我們有講部分 不過有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沒辦法詳細的說明 那以這個範例來看 比如說剛剛的這些 將來的動作 我們按部就班 來讓各位理解 比如說像這邊 這個頁面裡面 這個功能 要怎麼完成 那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加入購物車的時候 你游標放在這上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游標放設計的時候 下方也會出現超連結 不過這個超連結 特別是說 它會連結到哪一個呢 AddCards.PHP 後面傳遞給它幾個參數 A就是Add Add的什麼呢 它的什麼Lamber 就是它的編號是第15號嘛 然後還有什麼呢 它的Name Name是這一個 另外它的價格是這一個 那傳遞給誰呢 傳遞給這一個喔 Add to 這個Cards的這一個 這個PHP的程式 那你想說 這個程式裡面到底寫什麼 其實就是關鍵喔 它其實你會發現 它點下去之後 它是跳到 你會想說 老師那不是連結 應該連結到 剛剛那一個 為什麼最後會跳到這裡呢 實際上喔 它是連結到它 它就轉到這邊來了 所以實際上呢 它是有轉向的喔 那我們按部就班的理解好了 首先呢 剛剛那一個 它底下會有幫我們選的時候 會傳幾個參數過去 那這幾個參數呢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直接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當然這個網頁 在雲端上有啦 我剛剛講的 就是雲端上面這個 你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丟進來 然後切到 我們乾脆切到程式碼好了 因為這裡面沒有任何畫面 它的作用呢 實際上是做什麼 實際上就是 把剛剛的這一個類別 類別呢 把它實體化 實際上 類別它有點像一個藍圖 它還不能夠實際上 握個喔 你如果要能夠握個的話 就要把它宣告成一個什麼 宣告成一個物件的變數 用這個物件變數呢 它才可以具備有什麼 就是這裡面的所有功能 包含什麼 新增購物車 修改購物車 有沒有 它是什麼 輕工購物車等等的 就這邊裡面的相關功能 你要把它實體化 那裡面有哪一些呢 取得它的內容 這個 然後新增項目對不對 這些 然後還有什麼呢 更新 移除 清空 更新 這也是更新 最後算出多少錢 更新增購物車內容 那實際上 它有點像是一個藍圖 它還不能Walk 如果你要Walk的話呢 那就是要把它實體化 實體化的話就是把它宣告成一個 變成一個物件 那怎麼變成一個物件呢 來使用它呢 我們再切回到剛剛這個 所以它有點像實際上來處理 把它變成真的可以用的 這裡面的話呢 在那個我們的PHB裡面 第一個你要先把它什麼 引用進來 那引用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PHB如果要引用某個檔案的話 就這一行 所以你可以參考 request once 然後呢 就給它一個路徑 告訴它說 我要把它引用進來喔 所以我的類別在這裡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section要start section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暫時存放購物車的相關 比如說購物的內容的話 一般沒有放在資料庫 或是放在section裡面 所以要把它啟動起來 啟動起來的話 就是section start 把它啟動起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去檢查一下 這個物件到底有沒有存在 那怎麼知道這個物件有沒有被啟動呢 有沒有存在 如果你第一次 也許你才剛進來 你還沒有做任何購物的動作的話 那我們這個物件是不存在的 所以怎麼樣呢 我們就是去檢查 如果 怎麼呢 這個object怎麼樣呢 不存在 金燈號是指什麼 金燈號是沒有 not not is object is object就是它不是一個物件 表示說它還沒有被啟動的話 那我們再怎麼樣呢 就是再new一個 這個new一個意思是說 第一次被執行的時候才要new 之後如果產生的話 就不需要new了 那也就是說把這個裡面類別 把它實體化成一個物件的過程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利用它來做點事情 這有點像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買個東西 類別有點像它還在店裡面 物件就是好像你已經買回來 你真的還可以實體 比如說你要遙控器 在店裡面嘛 那有點像類別 你買回來之後才是一個遙控器 才可以用它 那我們之後可以利用這個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這邊有一個switch case 有沒有switch case 後面有沒有一個add 你想說add 剛剛不是在購物車的時候不是有新增對不對 它裡面的話呢就是去找裡面有一個參數 有沒有發現get的參數 它是用url的方式get get有沒有就是抓那個url裡面有沒有a的 這個地方我想前面有講過 就是我游標放在這個上面 你會發現這個點擊進去的話 它會傳一個問號 問號的話指的就是傳遞一個參數 a的話指的是這個參數的名稱等於什麼 等於add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表示是要增加到購物車 那點擊它的時候 我們的程式裡面呢就知道說 有add 有remove 有empty 有update 有四種對不對 那其中就跑這裡 那跑這裡的話做什麼呢 它就會到這個物件裡面呢 會有一個add item 那你說add item這東西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物件裡面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在這裡面 因為它是它的類別嘛 你會發現這裡面是不是有個叫add item 有對不對 有沒有在這個 就是會利用它 然後做什麼事呢 就做底下的事情 實際上就是幫我增加一個項目 到我的購物車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get 它的lumber 就是這個 這個貨品 這個產品的lumber就叫編號 價錢 名稱 圖檔 有沒有 ok 然後相關的東西 那再離開 所以如果它今天傳遞的是一個購物的話 利用這一段程式 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去新增到section裡面的 所以它會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section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會起一個section 那這個section物件裡面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存到這個section物件裡面 那這個section物件什麼時候會 結束掉呢 第一個 一般就是大概30分鐘 也就是你們購物的經驗 如果你那個網頁 如果你買了一個東西 可是你30分鐘沒有做任何動作 它會自動幫你清空 這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說 當你把瀏覽器關掉的時候 再開起來 你會發現那個 剛剛的購物的東西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section是有生命週期的 它有點像是在server上面的記憶體 配置一個空間給它 暫時存放的 ok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那最後的話呢 它又會轉換到其他的頁面 你會發現它跑完之後 add完對不對 新增了 為什麼會跳到哪一個呢 跳到這個頁面 其實就這一行 所以在PHP如果要轉到其他頁面的話 就這一個header 後面給它一個location location就是我們這個根目裡面 有沒有一個網頁 叫做cast.ph 有 所以它就連結到這邊了 那這個動作呢 實際上 在畫面上面看到的就是這樣 點擊它 它幫我新增到session裡面 並且有沒有 就再跳到這個頁面裡面 那你想說 那這個頁面裡面 我怎麼知道session裡面有哪些東西呢 等一下再來看 cast裡面到底怎麼做的 所以實際上 我是把那個流程跟各位解說一下 尤其是那個PHP裡面的物件 類別怎麼變成物件 在這邊 其實就是這幾行 ok如果 requare once requare once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需要 這一個 當然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程式碼通通call到這個的上面 可是 當然會怎麼樣呢 其實就引用它的意思啦 就是說我以後呢 如果要引用這個檔案裡面的 這個類別的東西 所有東西的話 我不需要把它全部call在這個上面 而是怎麼樣 引用它 引用的話 就是用requare once的這個方法 或者另外PHP還有叫 用include include的方法 有沒有 因為是用include 可是我這個是引用一次 引用一次就好了 ok 那如果include的話 就是整個把它包進來 然後 那這個section就啟動了 因為如果section沒有啟動的話 那你也沒辦法存資料 在section裡面 放一個什麼呢 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就是我們購物車裡面的內容 然後判斷一下 如果這個section沒有被沒有產生的話 那我們就new一個給他 ok大概會有這個流程 所以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把這個檔案稍微看一下 再了解一下這個類別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PHP的物件導向觀念 加上section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一般PHP的書籍裡面都有啦 不過我們用的那本參考用書裡面 沒講到 這沒講到就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把那個相關的參考資料 其實我還有一本上課用書 也談到這部分 所以為了給各位方便 我也把相關的東西也放上來 這邊在上課講義裡面的 第好像第十章還是第幾章 也有這個相關的說明 那我是把它放在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那個上課講義裡面 有好像是第八章是section吧 那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再稍微參考一下 不過因為網路比較慢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都會做到這兩萬塊的那一開始 很難了